Hello, 大家好, 又準備一些東西去露營 這次去的全錦營地就在大帽山附近 可以坐不上巴士就在大帽山郊野公園站下車 下車就已經落到這個入口 這個巴士站是往泉灣方向 這裏亦是麥徑九段, 大帽山那邊就是大帆段 繼續走進去 這裏和附近的扶輪公園營地都算方便 羅車很快就能走到, 不過因為這樣有時都會聽到車聲 此次來說扶輪公園營地就比較好些 全錦這邊就得流動廁所 左手邊就是廁所和營地的方向 右手邊就會有路去到甲農林景或者古道教養景 之前大帽山就見到幽偶, 今天這裏都見到 向前就是營地, 向前就是教養景 我可以介紹從這裏教養景 其實就是圍繞著營地, 走進一個圈 現在就去營地看看 這裏就是我第三個去過的營地 走上來就會見到有個停 這裏都有位置可以摘營 這裏就是勤水喉, 方便拿水, 不過接近馬路 這裏就比較好一點 再上一點, 我覺得這些位置就不錯 有木平台, 有自成一角 再走上去另一層看看 這裏有多些桌子和燒烤露 雜人的位置都多些 多數人都在這層, 地方乾淨一點和環境都不錯 再繼續走上去, 都做了地方 這邊就會少些人 根本就在這邊的木台上扎營 前一點都有路下去 這裏都有廁所, 原來可以走這條路出全錦公路 但分擔人的位置 這裏都比較少人 不過就會沒有剛才那裏那麼整潔 多樂業和沒有那麼平坦 附近的植物都多, 昆蟲都比較多 這次就轉了充氣床子 比起上次用的那隻就厚了, 但都重了 這個厚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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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可以舒服一點, 不會好像之前那種感覺到地上很坦 這次都是煮下野食 不過夏天真的很多重聲 今天帶了牛肉來煎 始終都有這些比較方便 之後都是滷下豬肉 今次都是煮得簡單 又有隻甲蟲走 今晚都很多昆蟲, 還有些飛來飛去 如果那個營友前廳可以煮食 就可能比較少 今次還帶了蝦來 以海鮮來說蝦都方便, 不用怎麼處理 請問這堆都已經好飽了 今晚就完結了, 明天就走全錦郊遊徑 天亮了, 也偶爾有人走山經過 我都在附近繞一個圈 向下走前一點就會有指示牌 因為是走一個圈 在這裡出發或是營地入口出發 都沒問題, 都會回起點 一會兒看地圖就會知道我在哪個位置做起點 今天我的路線就是這條 這條路線都算簡單, 有時上上落落 不過都容易走 上來看見有指示向前走 而向左或右的路線就是馬尼好徑 全錦自然教育徑, 偶爾偶爾有風景看 不過條路多數都是看見樹木和植物 看這裡一大片草地, 所以有很多牛屎 不過今天就不見有牛屎 這裡有個平地就是因為有直升機坪 這裡都可以看到遠處的景色 望到近上路方向和大岩中交遊境 海的對岸就是深圳灣 有些樹檔黑, 就沒那麼曬 和周圍有很多植物, 有時看到蝴蝶和菌蟲 前面就繼續走, 左右是越野彈車境 走出海的很長的路 セミュード 從河北已經是經過山車境的起點 這裏可以踩越野丹車去河北 因為每個人都會經過單車境的起點 因為每個人都會經過單車境的起點 衝對過山車境的起點 這段都是陸遊遊一片,挺清新自業 可能因為夏天,近來都少了行山 主要都是郊遊和簡單路線 不過就算簡單路線,都會看到很多不同的自業見識 來到這裏就是月夜單車徑的起點 這裏至少都很清晰,不會走錯路 這裏就有牌子是單車徑 綠色就是相對較易的路線 坐在河背就是教南的黑鑽級 而這個位置亦都可以去甲龍方向 不過因為這次路線就不太容易遠 我們就繼續走回郊遊境 走到這裏就回到入口那邊 今天都見到很多人在這裡準備行山 走到這裏大家都應該認得上營地的位置 我們就走左邊繼續走郊遊境 如果在近這邊扎營,都可以由這個位置做起點 這段就沿河邊走,可以聽到有流水聲 今天這條路線就走了大約3-40分鐘 全場又簡單,當生牙寶也好 可以在這裏慢慢走 開始向高閒,逐漸離開河流 之後都會多回梯級向高閒 路牌就支持他,繼續向上走 這裏就有另一條路去到村龍方向 之後不停向上都用了很多體力 不過走完回去就可以煮早餐吃 一陣子吃完東西其實都要收拾東西走了 因為現在早上8-9點已經開始很熱 所以最近留言都要黃昏先去,早上又走了 越走越高,差不多去到觀景台 做個圖給大家看到的是什麼山 這個位置都算整條路前最美的一個點 可以在這裡欣賞一下香港的景色 之後很快就會回到今天的起點 所以如果再離開,我應該會由這裡直接去觀景台 這樣就比較方便 我們剛才就是在這裡出發 走幾個樓梯就會去到營地 這次路由營建,之後會去其他地方 就比較長,看看人出 或許有時間可以再去露營 再回去搭巴士了 下次再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